被中共关押在新疆沙亚监狱的大陆维权律师高智胜 8月7号即将刑满 目前海内外各界都在密切关注 他是不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高智胜的妻子耿和透露 高智胜的大哥8月1号已经起春前往新疆去迎接弟弟出狱 英国外交部人权小组8月1号也在推特上 以中英文向耿和表达对高智胜能平安释放的关注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1号也同时发出新闻稿 敦促中共释放高智胜 并且不得加以其他限制 人群观察表示 外界担忧高智胜出狱之后是否继续被软禁 早两天 美国国会发布的年度全球宗教自由报告 也敦促中共按其释放为法轮功发声而遭判刑的高智胜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